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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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沒有預期 但真的是很棒的 都可以的 我說髒話完全沒問題 你講了幾年 一開始都是學髒話的 是 還有那些 突然間阿啤你的角色扮演 那些是不行的 就沒有預期 因為每個人的風格都不同 但要說真材具實料TM說 絕對是 我不會露肚腩 或者突然露肚腩的 我不會 露出去了呢 也不會 更加不會 好了 講一下第一節 講到施政報告之前 施政報告 其實我不會整份跟你說的 我會跟你講幾點 那些重點是怎樣廢 不過 先講一件 什麼叫柯症萬於虎 我經常都說 讀歷史 大家很喜歡現在讀歷史 你看由唐太宗也好 看高祖 看文帝 很多那些 你要新執政 或者之前那些 潮症不行 你是會做一些什麼 譬如減稅 是吧 你看康熙 它都是 把之前的酷刑 它要減低 但是李家超政府就很奇怪 不知道是不是 嫌這個庫房 它不夠錢 庫房不夠錢 這些人 做生意 阻止那條路 六千元 然後這裡每次又加大抄牌 加大從事 搞到做生意已經經濟差 怨聲在道 正常做法 這些應該是 現在經濟不好 事實不好 你要減低這些儲分 不是的 它只要加大 加大佛質 加大力度 加大過 它循查 就是完全是反其道而行 就是這一點 其實這一點 證明這個政府不能夠了 但我自己是一個私人經驗的 我自己有一個司機的 我司機都是跟我投訴 最近他吃牛肉鍋 多了 所以他就開聲要求我包賣這些 當然他跟我打工的 我也包賣 所以我也親身是受害者之一 唉 你說死不死 這個叫做倒行逆施 我先講一件事 這件事 話說在十五號之後 十點幾發生 有人企圖跳樓 比如企圖跳樓 你都拿來講 一名三十六歲 深水埗的北河街 宇洲街 改一邊 生果檔檔主 不是生果歌 生果檔檔主 走到天台 要叫跳樓 險在華身 當然最後沒有跳 事後發生甚麼事 當日他經營生果檔 有個熟客過來買幾箱 他生果 要等車來 等車來的時候 生果就放在手推車上 幾傷百六對手推車 駕車來到就搬上車 很正常 沒事 突然間食環他來到就說 對不起你 左街 於是要給你六千元的告標 但那些山鬼應該是在運輸途中 即使放在街上 應該很短時間 對鄧齊個人在這裏 貨就在手推車上面 正常你不會罰的 即使放在旁邊 或者你的車子放在旁邊 應該是這樣的 不是 六千元 好了 那個檔主慶了 為什麼呢 8月的時候 都曾經因為有客 又熟客 買幾箱生果 那些不會是買一箱鏟 兩隻椒這樣 人家幾箱幾箱 那你運上車 你不會說 行了 我逐一箱搬 一定是一落手推車 推到車尾 然後這樣擺 這樣做才行 這是效率的 好了 很簡單 8月這樣罰了一千元 很不懶惱他了 9月的時候 又有這樣的情況 不過當時那個食環職員 就說 原來你上個月罰了 今次算了 10月他下來 慶惱到他 即使今次頂不懶惱 要走到天台 情緒崩潰 他記跳 好了 檔主的阿哥和他老爸 其實都一起開三個檔 現在市道已經很低迷了 你們還要這樣執法 我們很大壓力過 我們怎麼生存 即是叫客人不要過來買 是吧 已經市道差 我們已經很難生活了 我想找一口捉水吃 找班車 兩餐 晚餐 到環境這麼糟糕 之前他就說了 這麼糟糕 可不可以做法有些人性 食環署回覆傳媒的查詢 就說 當日的確是出現過 有人就幾圖跳樓 不過最後我們沒有給任何的罰單 我們的指引都說 平時都要看相關的實際情況 和證據 採取適當的行動 即是表示 平時都未必一定 每次都罰你錢的 會看相關的情況 人家就因為這樣罰過錢 實際情況 就是因為他面對這些事 所以就生意跳樓 這個就是實際情況 我想問你 你搞什麼事情 他報告呢 這些事情 你已經搞到民不聊生 這些就正宗是民不聊生 我不想說什麼官逼他文犯 但是這些 以前他來說 他是算的 以前的標準 這些就是 我靜猛於虎 我想問 你這個 搞什麼呢 我們再看一些照片 講施政報告之前 要先計算 施政報告其實有很多 我覺得 不用談的 講願景的 講你接下來要做什麼 我只看你做了什麼 你林鄭那時候說要 飛躍 港島南 保育增保海先方 建一個新的風範訓練中心 全部他沒有兌現 那你梁振英當時在施政報告 趕到三年之內 他要上樓 不單止沒有兌現 越等他越來 李家超上年說 今年的上半年 會整一個 油輪經濟發展計劃的報告 擺出來 不單止上半年沒有擺出來 今年的施政報告 又沒有擺出來 看都不看 很多時候說了一些東西 等於董建華 中藥港 科技港 什麼都沒有實現的 所以你沒有出的那些 我不會理 好了 我只看 你所謂你自己講的什麼成果 什麼基本法 23條重訴區議會 什麼區議會 我都覺得那些完全倒退 你當進步就算了 什麼重置 政策 我增加了新的副司長 已經 副房越來越少閃 你家床結屋 增加了那些人 儘管副司長是做事了嗎 你覺得市民是認同他嗎 那些卓永興那些 什麼黃偉論 那些什麼張國軍 做了些什麼政策出來 浪費了這麼多次 每個每個月 拿多幾十萬 然後你又當政策 好了 然後就是什麼 全政府動員機制 我屌你媽媽 真是出事有核雨的時候 你全政府動員機制 去了哪些人家 好了 成立什麼人財服務辦公室 什麼工作組 我就想屌了 今天又是 又說做多幾個 那些什麼工作 小組 你不是做了什麼工作 小組 就做什麼委員會 就做什麼辦公室 哇 從床結架 也都未必真的有效益 又隨時浪費了我們的錢 好了 然後你就拿來說 這兩年多的成果正職 你知不知道醜字它怎麼寫呢 好像剛才 有一樣東西 建立全政府動員機制 他們是不是動員食 還是就是拉剛才那個人 拉剛才那個黨署 還有呢 動員機制這個字呢 是有少少軍事的項目裡面 就是 全動員機制 total mobilization 就是全國上下 包括人民呢 就要被強行徵召 就是做一件事 才會說 一個全面的動員機制 哇 這個term 全政府動員機制 真的非常誇張 你想一下 不要說做事 他們連改過名字 他們都未懂得改 當然沒錯 我們先跟他們計算一下 一些是 你上年 會已經打羅打稿 說會行的政策 我們隔一年之後 就是 有些什麼所謂的成果 好像那些 新投資移民 就是在年中公佈的時候 你被人笑 你老媽 原來就是來自那些 阿魯阿圖 就是基羅阿彼少 當然大家知道 那些都是來自大陸的 只不過他們 你知道 總是不喜歡中國人身份 或者中國護照 總是要拿些外國護照 總之這些地方 出得起錢 就賣多護照 於是 然後再來申請香港新投資 就是他移民 多一些的保障 他叫做 好 去回到剛才的保障 那麼 郭北公時被人笑 於是 到九月 剛剛新的公佈 不再公佈有多少 是來自阿魯阿圖 基羅阿彼少 這些就是 就等於 他做了事 就是等於什麼 今天解決了劏房問題 沒有了他的劏房 把劏房的名字 變成減薄房 搞定 改個名字 一秒之內 消失了 全部他的劏房 那就是等於這個 新投資人 你笑嗎 你們笑 來自阿魯阿圖 我們不公佈的資料 就可以了 沒有了問題 我之前沒看過這幅圖 但我現在馬上想到 一件事 最後來自 正式批准的三個人 三個人很少 但是我想問的 即使這三個人 入到來是做什麼職位 對香港GDP 有多少直接 或者間接貢獻 貢獻的港幣 數字是多大 你可以公佈這件事出來 這些才是 實際的效果 而不是 三角八角 三百八 三百九 三百三十九個 都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這些數字 其實無論是 通財 高財 專財 生投資移民 你公佈的數字 對了 你從來沒有政府公佈過 這些人為香港 帶來了多少的經濟收益 及這麼厭 從來都沒有講 而且實際的數字 即是說 要個貨幣 港幣這個量來看 而不是說 很大的貢獻 那就是多大呢 當然要實際一個量化 就是用一個港幣的數字 來顯示 這些人入了進來之後 在香港工作 對香港GDP 有多少直接或間接的貢獻 或者政府根本都沒有計算 這些數字 我想都沒有計算 是嗎 從來都不見有這些數字 正等於那些高財東來到 小原來 又不是個個下來 下來下來 大概只有六成半 他下來 然後下來那些 有五份一 那些都不做事 沒有貢獻 拿個好處 拿個身份 他就算 我們再看一張 然後你催谷那些生育錄 今年好像不敢說 你想想 上年都是三萬三千二百 對比 今年的十年前 六萬二千三百 都仍是少三萬 對比二零年的時候 都仍是少一萬 今年完全不敢說 那你派那兩萬元 大家知道沒有效 不說 失敗的 沒有料到的 不說 忍惡陽善 我們逐樣計 你看 龍頭公路 你看那個時數 李家超承諾 他就不敢 梁振英三年 變成四年半 不一樣是 由五點三年升到五點五年 我想插一插掌 講回剛才的生育率 每個嬰兒 每個嬰兒派兩萬元 我想學回以前梁國 有個工聯會的 是不是工聯會議員 是王國興 是的 記得多個貫通蠟文 我想問 各位家長 在看《啤梨漫步》的Live 家長 兩萬元可以買到幾多罐子 可以吃到那個嬰兒去到什麼年歲 我想問 啊 完全沒有料到 甚至股市、樓市 他還不想到是什麼招 覺得股市還不算跌跌 雖然跌多少 但昨天已經達熱了 是 好像這些 完全沒有交代城市的經濟 我想問 政府說日夜的分城市經濟 最後 今天要做總結在施政報告 沒有總結 帶來多少GDP 帶來多少錢的收益 沒有 就是被人爭議的一些 比如深深 武漏七百多萬 還有那些城市基金委員會自己批給他自己人 那些一千四百多萬的臨性戶又是被騙政府錢的 那些穿著氣服 即華服那班 不用收錢 還要是他給錢的主辦單位 跟著 千人粗工夫 只有幾十個學生也是不收錢的 然後不夠一千人 原來這些全部施政報告不敢說 正如這幅圖 所說的KPI 它的KPI Key Performance Index Indicator 就是 每年支持四個文藝活動 涉最少十萬參加者 我不是計你有多少參加者 或者你有多少個文藝活動 我計的就是 你搞這些所謂Trump in Heart 舞臨成舞這些東西 就是後來為香港的GDP直接或間接帶來多少的增長 是我要過港幣的數字 而不是你每年要搞多少項目 真的 你說是不是瘋狂線呢 這個你都見到 繼續說九月北上的港人人數674萬人士 大陸下來的229萬 我見到 你還沒計十一黃金周 你都還沒計從洋人節那三日半 150萬人士 他上去的北上 想想說了那麼久 通了關那麼久 這些問題是很大的問題 北上和南下的差距越來越大 但無論是消費的金額和人數越來越大 想不到 我插一句句 這個情況就是說 上大陸和大陸的人下來香港 這個人數的差距其實在澳門的情況都是差不多的 為什麼呢 澳門近來各大商場或者街鋪的空置率也提升 和香港的情況現在是差不多的 不過香港的情況只不過是慢澳門一些出現的原因而已 澳門就換了特首了 是 是 是 香港有些啟示呢 你想想 香港還要陳茂波死都不派消費卷 死都不回水經濟 不回水現金 那就看看你怎麼死 這個就是跟澳門很大的分別 是不是 你真是 澳門最少都有做這些 連這件事都不做大延除救不到 那些撿10間 今天敢不敢講開16間 你老母 你再看這些 取締率則當方 原來改名就算 我最多是八平方米 我叫你老母 然後一些租金 可能會因為你這樣想去提升 他沒有其他賠道 你實說 我說 打擊藍門共樂 打擊藍門共樂 打擊藍門共樂一向都要做 這件事我不會說你 你應該要做 做多些 不過這樣 香港最大的科目問題是甚麼問題呢 香港就因為很多時候地產把權 偏袒坐地產商和既得利益的集團 例如那些做材料 大家一起賺建築公司 你根本就給不起錢去租或買私樓的人 因為不夠公安 強行就要租私樓 買私樓 結果他的收入因為低 只要租一些 用幾千元出去租 幾千元去租甚麼 就越租越差的劏房 租床位 板間房 太空倉 龍屋 不過 其實這個住屋差的問題 是會影響到香港GDP 因為如果你住屋環境差 就是你出去努力辛勤工作 回到家之後休息時間不足 或者休息都很差 甚至乎和家庭有一個很大的爭議 或者是會影響到你工作表現 甚至乎可能影響到你那天 突然之間我不想找公主 因為我心情很差 或者工作表現剛才我所說的很差 都是會間接影響到GDP的下降 第二就是 剛才那張照片 在劣質劏房 我在最正分析的Live Check 我都問過一句 我都搞過GDP的 就是有優質劏房的 是不是 我想問政府這些政策局 在你們的政策 或者在你們的概念裏面 是不是有優質劏房這件事 如果是的話 麻煩你展示一下 就是你可以見到 智能善和 講真的 你無論由大陸 那些房子 房子 那些房子 是用來給你住的 不是用來給你炒 香港出什麼辣椒水 或者現在搞什麼優質劏房也好 或者減薄房 把名字改完 不要再叫它劏房了 其實 只有一個解決方法 就是足夠的公安 你過往為什麼不起足夠的公屋呢 因為你怕被地產商罵 是不是 那些人住了公屋 哪裡買我們的樓 怎樣再推高樓價 我們怎樣賺錢 結果你沒搞到 其實我這麼少收入 我應該住公屋的 我不應該 每個月拿五千斤出來 租一些劏房的 我不應該走來 做一個樓爐死坑死底 為了供樓 是不是 然後如果 經濟一抄 或者我炒了它魷魚 我不知怎樣供樓 或是否以後 無緣無故做了負資產 經濟抄了樓價下跌 人家被銀行看 不應該是這樣的 你看新加坡它就做得到這件事 但是香港這麼久 其實你搞這麼多花生的東西 其實一樣 起足夠的 還有高地價政策令到樓跪 很多香港人就說 香港是一個低稅制 國際都這麼說低稅制 或者某些的商業行為 就不用抽稅了 但是 其實高地價或者高樓價 就已經是一個間接稅 是市民直接承擔這個間接稅 而政府是部分得益的 因為它是賣地 靠賣地收入的 最終它是主要收入的內面 對不對 我曾經看過法國的研究 香港不會做這些研究 因為香港做這些研究 或者政府做 或者地產商做 它自己都不能做 我看過一個法國的學術機構 關於地產 它研究回香港 如果將高地價 和高樓價的效果 變成一個稅項 然後計算下去 人民人民所給的稅 香港的稅金其實是非常之高的 是啊 真的 所以你看看香港 第一 還要貧富懸殊 是 你對比幾年前 一百年 三十幾倍 就是最友善的10% 和最窮的10% 現在去到超過81倍 82倍 現在這些是你的月積 不敢說 好像現在 你看看劏房 一屋二六伙 一屋二六伙 72家房客 他有時兩邊都擺了板間床 就這樣租床位 根本連房 他都沒有 那如果二十六伙 假設一伙 都已經有兩個人 那一間屋 就是住幾個人 五十幾多人 天屋 你想一下 然後你改個名字 或者我們不再容許這些劣質 但是 然後租金 變相加了 他們又怎樣 他們說 這樣也好過一份家 就是你完全根本不知道 然後今天還搞什麼低空經濟 又這樣 對那樣 低空經濟 我想美國真的低空過低空 對 還有低空過 那麥麟不要搞 他要什麼麥美娟 那些不要搞低空經濟 千萬不要 那些楊學培恩 一起跟你低空經濟 你又大劑了 你看一隻結業潮 MegaBoss H&M ZAP 駱駝75 兩大 OLED Like Like Adidas 執 再來 然後這個 日猶插插鍋 只剩下兩間分店 全聖時候七間 然後 那個什麼數碼 藝術館 H&M 又執 十位 原來對比兩年前 25間分店 執到現在 只剩下14間 然後那些什麼日式 麵包店 糧油 山旗 麵包 一些全聖執 一些執分店 然後 然後連這個 重慶火鍋 那個什麼 方屬 宿油 說實話 其實 真是說真的 今天我看不到 施政報告 任何一招 是針對結業潮 針對那些經濟 股市 樓市的狀況 而走去做 或者做什麼經濟 完全沒有 施政報告 有沒有說這些 劫熱潮 沒有 沒有 完全沒有 神經 那你會說 最應該要做的東西 不見你做 然後就持續 治療 好像我們再出一張 你不如想一下 做多一些 比如打擊那些 假學歷 好像今天又踢爆了 東華學院 通常有人去 讀護理學的 在旺角那邊都有他們 又發燒四宗 四宗那些 失去申請 有三宗 這些大陸人 做虛假學歷 我們看這張 頭太星不頭太星 我的張都看了 還有些東西都挺生氣的 比如說重點要說 加一半給關愛隊 關愛隊是廢的 浪費 網民說 這些我們就報了 我們今天沒有水 你報管理處 哦 對報了 那關愛隊要來擺 上一次 佐敦華軍大廈 他大火 有些業主也會生氣 我找關愛隊幫忙 關愛隊 這些我們做不到 或者我們 要你關愛隊來做甚麼 麥美娟又催去 我再看第二張 很多人post他這些 甚至關愛隊 我屌你 以讀不回 或者讀都不讀讀 他不認你 不知道是搞甚麼 然後你李家超 已經說 沒錢所以不派消費券那些 還要加多關愛隊一半的費用 給這幫垃圾 給這幫建制的團隊 為威為私為素餐 這些是不是叫做官商 不要說官商 這些叫做利益他銷售 我想問 明知無效 除了你自己吹噓 是有效之外 搞那麼多工作小組 今天又搞了幾個 大家聽聽 或者委員會 教育科技人才委員會 發展低空經濟工作組 發展旅遊熱點 五個工作組 促進銀發經濟工作組 數字教育策略發展都到委員會 再加上去那些 雲人中華文化辦公室 大型發展融資委員會 大型發展融資辦公室 我想問大型發展融資項目委員會 和大型發展融資項目辦公室 有什麼分別 數字政策辦公室 新人工業發展辦公室 香港微電資研發院 民創產業發展署 人才服務辦公室 說得很長 香港國際國際國際人才 培訓學院有嗎 香港國際廉政學院有廉政的嗎 解決劫訪問題工作組 銀發經濟顧問小組 我想問 上年的銀發經濟顧問小組 和今年的促進銀發經濟工作組 又有什麼分別 我連不連 你搞笑最厲害 就是一大堆拍頭 工作小組 委員會 辦公室 每個人不知花多少錢 然後出到來 有什麼效果 是不是 不過今天就有一個好少少 就是那個 我們叫北都會南大禹 那個南大禹 就是說 尹臣推展 交以周人公道 即預計都有機會胎死腹中 都應該 好像垃圾腥貼2.0 暫時 就不敢再提 但很認真 他整份思念報告 經常說什麼 我參選時已經提出了變革革新 改革正在進行中 是沒有完結的 然後他又說 我們現在就重返了 世界金融中心第三位了 粉碎國準唱稅論 人家不是專門唱稅論 是跟著很多世界排名的報告 包括剛才的堅尼 是數理又越整越遠 貧富去元素 你只有一個 說真的 說金融中心規模 其實香港是應該要拋離新加坡 之前兩次被新加坡過了你的頭 你真的要打屁股 好了 你現在追回了別人 然後你就粉碎各樣唱稅論 人家不是唱稅 人家照著報告事實說 這個又輸給新加坡 那個又輸了 是贏的那些是贏的那些壞東西 就是劉家貧富懸殊 那些壞東西你又贏 然後你就沾沾自己 我們呀 因為國際金融中心排名 翻回地心 粉碎國準唱稅論 你整個今天那一百五十一分鐘 你才打飛機 然後還有那些什麼 推廣伊斯蘭區旅遊 叫那些司機 希望提供伊斯蘭區議員 因為阿拉伯 即是講阿拉伯話 或者寫阿拉伯文 是不是瘋了 不賊 我拿的士 你叫我特意阿拉伯話 阿拉伯數字我認識 是不是 然後提供阿拉伯語言 瘋了 距離 大哥我拿的士 就是叫李家超 你都未必學得懂 還有現在有那些什麼 Google翻譯的 不需要學的 這個混蛋 有些獨立的機制買回來 你講一句 他即時就講回你想要的話 所以都不用太學俄語 特別是 只不過是日常用語 即是說我去哪裏 然後就大概 這程碟師錢多少錢 這些基本的東西 其實在現在身形的 他都說低空經濟 就是說 都有一些科技的感受 但如果他真的有科技的感受 他會說 不如你們多用一下 即時翻譯的軟件 或者翻譯機 那就更好了 這張報班 剛才的那張 東漫學院揭發社中教育 有3個地步 隨便找人待他面試 那還有 我想問問問T.M. 是 今天政府 在《施政報告》第95條2 我看你們明白嗎 會成立一個叫做 真實世界研究及建築中心 我一叮爆 什麼叫做真實世界研究及建築中心 即現在這個世界是假的 我猜到 我猜它的譯名可能是錯的 它可能是硬譯 而且譯得不好的一個字 叫 Augmented Reality Augmented Reality 就是A-U-G-M-E-N-T-E-D Augmented Reality 就是AR技術 大家可能聽過 AI技術也聽過 什麼叫AR技術呢 就是你現在新型的電話出的話 你通過APP 用電話然後拍真實世界的話 你在手機畫面那裡 就會有一個虛擬的公仔 或者一個方案 或者一個動畫 就放在這些畫面出現的真實世界 在一個重疊的影像 即是一個虛擬和一個實境 在你這個APP的畫面裏面 這個就叫AR技術 或者它想講的就是這個 你很認真去想 我讀它的英文 Will you study an application center? 這個是它的英文 Oh I'm sorry 我剛剛猜錯了 所以完全看來看去都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剛才說了很多假大空間 最後我們看到兩張 就是到了立法會議 今年它的主題是綠色 去年它也是 今年有綠色 我怪不得剛才說那些300 哇 我叫你老婆 我叫你 一出國的時候 應該是要有一個警告字句才行 就是應該在吃飯的 或者 豬猴虎兔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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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蛇馬 什麼 什麼 猴雞狗猪猪 十二生肖 什麼生肖的 全部要拒絡 你可以看一下 哇 這個 這個 大家認不認不認 這個立法會議員 大家認不認得 先打他的名字 喂 我叫你這幫立法會議員 是監察政府 不是陪他為威威威 做他拆鞋狗 他綠色 你給你戴綠帽 他這幫人 好嗎 你這麼肥 不要穿旗袍 拜託 旗袍不是給你這些新型的女人穿的 我心裡瘋狂 他這幫人 真的 完全是 叫你監察 原來聽不懂是假什麼 不過我們今次差不多了 下一節我跟TN 講一些比較juicy的新聞 好